这话我们再来说一下,那么的话,既然是移动单适配,啊,移动单适配的话,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,再看一下一个东西啊,这个的话就是关于我们马上要做的一个东西啊,做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,关于这个效果图啊,移动单的一个效果图,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这个什么呢,这个有一个移动单的效果图是这个啊,有个index mobile,这样一个东西啊,好,这样一个图啊,这样一个图的话,那么实际上是有背景图被, 被隐藏掉的啊,好,这是我们,啊,马上要做的一个图啊,这是移动单的一个什么呢,一个什么网页啊,移动一个网页,好,大家看一下这个网页的话,什么样呢,它是,它的尺寸是多少啊,好,图像,图像大小,大家看一下啊, 它是按照750设计的,看见没有,然后是乘以1600啊,这个高度不管,网页越高,设计越高就行了,这是按照750设计的啊,750的话,那么就是刚好是什么呢,这个什么,iPhone6的什么,是不是这个375的一倍啊,明白没有,那么我们设计的时候是按照这么设计的,这么设计的原因就是为了适配Retina屏,明白没有,是吧, 你这么大一个网页是不是放不到手机屏不上去啊,我们是人为了怎么样呢,按照这么大去设计,然后人为了什么,把这个网页什么,缩放到什么呢,缩放到这个什么呢,这个375的大小啊,就是通过样式把它缩放到375的大小,然后这个呢,这样来什么呢,适配Retina屏,啊,好,这是关于这个,一会我们要做的啊,就是,一会我们要做的这个网页的这个效果啊, 好,那么的话,这是关于这个啊,那么既然你的这个图片可以什么呢,缩放,是吧,图片是不是可以缩放啊,那么的话,图片是可以缩放啊,直接写样式就行了,那么背景图可以缩放吗,是吧,背景图这个目前我们缩放不了啊,是吧,背景图目前可以缩放不了,那么的话,4S3也创建了这个背景图缩放的方式,那么就新增了一个什么,background的这个,size的这个新增 这个样式啊,这个的话就是设置这个什么呢,背景图缩放的,啊,外观的size啊,这个的话就是说,我们有些图像如果要做背景图了,也要缩放成原来的一半,这样的啊,那么用什么呢,外观的size这个属性来做啊,外观的size这个属性来做,好,那么的话我们把这个也缩一下吧,这个外观的size的话,那么是怎么怎么做呢,我们来看一下啊,好,那么再来新建一个文件啊,比如说这里来个013啊,这个是 背景图,背景图,背景图,尺寸,设置啊,好,背景图的尺寸设置啊,背景图的尺寸设置啊,好,那么这个时候的话,那背景图的尺寸设置啊,我们来做一个啊,就来一个box,好,来个box啊,好,box的话,那么来一下,来一个样式啊,好,比如说来一个box是吧,box是吧, 假如说这个宽度的话,假如说来一个什么呢,宽是200px,啊,好,高也是200px,是吧,200px,好,那么的话我们来做一个背景图的话,来用一个图来做它的背景吧,好,表示说是这样一个图来做它的背景啊,那么的话是,假如说是关于这个,我们拿这个苹果吧,来做它的背景,是吧,复制一下啊,好,假如说放到这个里面来, 好,粘贴一下啊,好,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,如果做它的背景,很简单吧,假如说我来一个border吧,border啊,border两像素实现,来个黑色,是吧,黑色啊,好,把它聚中一下,margin,margin,然后是50px,是吧,o2,然后是0,是吧,好,然后我们用这个苹果来做它的背景,外观的是吧,外观的啊,好,比如说URL,然后是这个, 这个images下面的什么呢,这个apple吧,apple.png啊,如果假设是什么,lowrepeat,是不是这样子啊,lowrepeat啊,好,这么做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,是吧,看这个效果啊,好,怎么又变成这个了啊,来这个,relay 好,这个的话什么,这个苹果是明显的比它大啊,是吧,明显比它大的话这么显示这个苹果的一部分,是这样的啊,是显示苹果的一部分啊,好,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用background size来设置一下这个背景图的大小啊,background size,好,默认的话那么就是,最简单设置方法的话是什么呢, 直接设置尺寸啊,nense,直接设置尺寸啊,好,设置尺寸的话,比如说设置一个什么呢,比如说200,是吧,200,就是这个就是设置什么呢,这个宽可高是200乘200吧,200乘200啊,好,来刷新一下,是吧,那么这个背景图是不是适配了啊,适配了啊, 这个是不是缩放,缩放这个背景图呢,是背景图啊,好,比如说我在里面加文字是没问题的吧,是吧,加文字啊,这文字是盖在上面的是吧,是背景图啊,好,关于这个的话,那么实际上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lens是吧,lens,就是设置具体的值啊,还有的话就是用百分比,百分比的话是相对于什么呢,相对于这个容器的大小啊,假如说我这个地方设置,设置什么呢,百分之百乘百分之百, 比如说这个background size给它拿一个什么,百分之百,然后再拿一个百分之百,这个的效果跟上面是一样的啊,就是宽度是这个宽度的百分之百啊,高度是这个高度的百分之百啊,好,这个设置完之后再来看一下效果是吧,刷新一下啊,那么是不是一样的啊,一样的啊,好,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设置项啊,其他的设置项啊, 好,其他设置项的话再来看一下,那么就是这个,还有一个什么呢,这个O2是吧,O2的话就是,就是什么呢,背景图的真实大小,这个是缺省值是吧,缺省值啊,好,那么还有一个cover和一个什么呢,contain这两个啊,cover和contain,啊,这个讲一下啊,好,假如说我设置成cover是什么意思啊,background size, 如果是cover的话,看一下这个效果啊,cover的话来刷新一下,是吧,那么是这样子的是吧,这样子啊,好,那么我把这个整体的把它变大一点嘛,变高一点啊,假如说这个是300啊,300的话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,我刷新一下啊,那么是这样子的吧,是吧,这样子啊,cover是什么意思呢,我来说一下啊, 好,那么假如说我这里新建一个啊,新建一个新建一个图像啊,然后的话这个给它来个背景啊,前冲这个什么呢,这个前景色啊,好,那么新建一个,然后是拿一个200乘300的一个图是吧,好,200乘300啊,200乘以300的一个这个大小,好,再来一个是吧,这么大吧,好,我们描编一下啊,编辑,描编, 然后是GY啊,假如说是黑色啊,好,两个像素吧,好,这个时候啊,是不是这么大一个容器啊,我现在是用那个图来填充它,是不是这样子啊,把那个苹果打开啊, 好,打开之后我把它Ctrl加A,是吧,Ctrl加C啊,Ctrl加C,是吧,然后再Ctrl加V,粘进去是这样子啊,把它放下来啊,好,现在这个苹果要作为这个什么呢,这个整体的这个图像的背景啊, 好,Cover是什么意思呢,就是把这个什么呢,把这个整体图什么,把它放缩,放缩到能盖住这个整个容器就可以了,就是Cover,没有没有,怎么放缩呢,好,我把它放缩一下,放缩到这么大, 这个图是不是可以盖过这个容器啊,可以盖上这个容器就行了啊,没有没有啊,如果它再小一点是不是盖不住啊,这下面是不是盖不住啊,没有没有,这就是Cover啊,Cover就是盖住它啊,就是盖住它就行了, 这是盖住啊,这叫Cover,就是整体的能盖住它就行了,是吧,这个可以理解吧,Cover啊,好,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,就是这个,另外一个设置值就是contain,是吧,contain是什么意思呢,好,再来看一下,如果是contain的话,那么是这个效果啊,刷新一下, 那是这个效果吧,这个效果是什么意思呢,把这个图像放缩到什么,这个容器可以装住这个背景图就行了啊,可以装住它背景图啊,那么怎么装住它,这个是不是装不住啊,我得放缩吧,放缩到这么大的时候怎么样,是不是才能装住这个啊,那么是不是这个效果啊,没有没有啊,就这样子啊,好,这是关于这个背景图的这个设置啊,背景图的设置啊,好, 我觉得如果 Awards criteria股高哦, saved日子我时间ció操作也有点漂亮啊,我说期窗户的实事 欢迎来 yer快乐格啊,